男子戴著護警 飆盡痛苦 臉色發白 躺在施工地面上 動也不能動 因為長約20公分的鋼筋 硬生生刺近他的做大腿 血流不止 情況危急 軍刀具 他不行 軍刀具會晃 他還是用剪的 救難人員貨包到場 每個動作小心翼翼 就連挑選哪一種救難工具 都得三思 因為兩根鋼筋靠近大腿動脈 擔心產生振動搖晃 造成二度傷害 高難度救援 也考驗救難人員之會 因為這個不能急 最後一大事情 要把他剪掉 要不要把你放在這裡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歷經20分鐘救援 最後總算是成功脫困 意外發生在南投草屯 一名60歲料姓水電工 工作完疑死天色昏暗 不小心摔倒 不偏不倚插進了施工地面鋼筋 男子大量失血 血壓不斷往下掉 幸好送醫急救後 沒有生命危險 脫離險境 俊建民南投報導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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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